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2024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副总统哈里斯对拜登关于特朗普支持者的言论 发表了看法强调他将代表所有美国人 并批评基于投票选择对个人的指责 他的这番话旨在回应拜登的争议性言论 展现出民主党对包容性的承诺 接下来华盛顿邮报应未能在总统竞选中 支持候选人而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 超过25万名读者取消了订阅 造成了10%的数字用户损失 这一决定引发了前员工的批评 并导致编辑委员会的辞职 邮报的所有者贝索斯也承认了这一决定的时机不当 最后美国经济在2023年第三季度 以2.8%的年增长率增长 尽管略低于第二季度的3% 但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出口增长为经济提供了支撑 这一经济数据在选举日临近之际 可能会为哈里斯的经济宣传提供助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回应乔拜登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批评时表示 他不同意基于投票选择来批评任何人 哈里斯强调 他将代表所有美国人包括那些不支持他的人 此番言论是在拜登提到特朗普支持者时引发的争议背景下发表的 拜登在一次活动中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并批评特朗普对拉丁裔的妖魔化言论 尽管白宫迅速澄清拜登并不是针对特朗普的支持者 但共和党人却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反击 指责拜登的言论与希拉里 克林顿2016年的可比一半论相似 CNN报道称自华盛顿邮报宣布不在总统选举中发表支持意见以来 已有超过25万名读者取消订阅 这一决定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 邮报的数字订阅量在短短几天内下降了约10% 此举被一些读者和前员工视为邮报的懦弱之举 认为这是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试图迎合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 贝索斯在一篇罕见的社论中承认 决定的时机不当导致了公众的猜测 并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恢复读者的信任 而非出于任何政治考量 BBC的报道则对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简要介绍 着重分析了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立场与政策 特朗普作为现任总统继续推动其美国优先的议程 而哈里斯则代表民主党致力于实现更为包容的政策 两位候选人在经济移民和社会正义等问题上的立场截然不同 展现出美国选民面临的巨大选择 德意志之声报道 在美国国会骚乱前卡玛拉、哈里斯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地点向选民发表了最后的呼吁 他强调了堕胎权和移民问题的重要性 批评共和党利用移民作为分裂选民的工具 哈里斯呼吁选民们 翻过这一页 希望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注入新的动力 展现出民主党对未来的愿景和承诺 CNN则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媒体分析师们用尽各种表达方式来形容这场竞选的紧张局势 尽管民调显示选情胶着 但一些媒体却表现出对结果的过度自信 CNN的记者们指出 选民们需要理解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而这正是媒体在此时的责任 面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强烈信心 左派媒体则显得谨慎 试图让观众意识到选举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对于记者而言 传达这种不确定性和耐心 等待结果的重要性显得尤为关键 XCOS的报道显示 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 以2.8%的年增长率扩张 显示出经济的坚韧和活力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但消费者支出和出口的强劲表现为 经济注入了动力 这份报告在选举日即将到来之际 为哈里斯的竞选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 表明美国经济并未如一期般陷入衰退 尽管住房市场表现疲弱 但整体经济的表现为选民提供了信心 可能在投票时影响他们的选择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美中关系日益紧张 欧盟仍能在两国间发挥桥梁作用 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 多米尼克·图尔潘指出 欧盟在科技领域并不直接与美国或中国竞争 这使其在调解方面保持重要性 他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威胁感到极端担忧 而欧洲则相对开放 随着中国的过剩产能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禁令 欧洲可能成为中国的自然市场 不过图尔潘也提到 欧盟近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新关税 反映出对中国制造商品的担忧 尤其是历史上日本汽车对英国市场的冲击 图尔潘认为 欧盟在如何对待中国上存在分歧 这可能是其最大的弱点之一 足球被南华早报形容为映射社会的一面镜子 反映出许多社会问题 全球有30多亿人自认为是足球支持者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 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机构 足球中存在的诚信问题 同样适用于公共生活 胜利常常被视为唯一目标 而输得体却变得不那么明显 2023年 英国的调查显示 许多裁判遭受了来自观众和球员的身体和语言虐待 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担忧 足球的这种现象并非孤立 而是社会问题的缩影 强调了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 诚信的重要性逐渐被忽视 美联社报道 马里科帕县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可能成为关键的摇摆县 该县的选票技术可能需要长达13天 这引发了关于选举结果的阴谋论 由于该县人口超过450万 选民的投票方式 受到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关的法律限制 导致技术过程缓慢 马里科帕县的选民组成多样 包括不断增长的拉丁艺人口和年轻选民 这使得该地区在白宫竞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 宾夕法尼亚州的提前投票选项 也引发了混乱 导致选民排长队 甚至有人声称 受到剥夺投票权的威胁 特朗普的演讲风格 被称为编织 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听众 但这种风格也引发了不少质疑 批评者认为 这掩盖了他在认知上的衰退 美联社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将在威斯康星州与退役 NFL4分位布雷特法福共同竞选 法福因与密西西比州的福利丑闻有关 而受到关注 法福是特朗普的长期支持者 曾三次获得NFL最有价值球员奖 并赢得超级晚 然而 他最近因未能出席 由临时援助家庭计划资助的演讲 而被起诉 密西西比州审计师称 法福上欠近73万美元的利息 法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并对哈里斯表示批评 认为当前选举中充满了仇恨 随着选举日临近 哈里斯和特朗普将分别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竞选活动 争夺这个经常以微弱票数决定的摇摆州 密西西比州因福利资金的浪费而饱受诟病 法福的企业曾获得大额福利资金用于建设排球场 这一行为引发了更广泛的福利改革讨论 法福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自己被诊断出帕金森病 而密西西比社区教育中心的负责人 则因挪用福利资金而认罪等待宣判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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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